当地时间2号版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 该核电站以高压供电线路自动关停 核电站由另一高压供电线路供电 自今年4月份以来 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6台机组 经处于冷停堆的状态 核电站方面称 核电站设备维护符合所有必要规定 并严格遵守辐射安全规范 核电站及临近地区的辐射处于正常水平 另外 根据阿拉比亚电视台2号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计划在访问基辅期间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讨论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 以及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特别是核基础设施的情况